那但是如果你像我一樣 你是買鋁合版啊 或者一般的不鏽鋼版本 或者是太金屬的版本 你就是沒有花到四萬多塊 直接去買Hermes的版本 你是不會出現Hermes表面這個東西的 所以這時候你要取得Hermes的表面 你只能靠兩種方式 嘿大家朋友我是阿康 之前幾部影片有跟大家分享 我買了全新Hermes的尼龍錶帶嘛 那底下呢 其實很多人在留言詢問 第一個最多人在問題是說 欸阿康 當初你不是買藍色的鋁合版Apple Watch 6嗎 為什麼你現在有Hermes的表面可以使用 難道這個表面是買錶帶一起送的嗎 再來第二個最多人在問的問題是說 為什麼要買Hermes的尼龍錶帶 而不是買最知名的皮革錶帶呢 當時跟大家講的原因是說 因為它是Hermes全新推出的一個產品線 還有就是現在夏天 大會比較容易流汗 或者說可能要運動 尼龍錶帶總是比皮革錶帶還要來得方便的 所以這部影片呢 跟大家分享 這個Hermes尼龍錶帶 在夏天這個天氣帶起來的感覺如何 還有這支影片 要跟大家再額外開箱一款超平價的編織錶帶 就是UNIX所新推出的ASPEN錶帶 它可以解決到官網單圈編織錶帶的一些缺點 這個等一下再來深入跟大家聊聊啦 好啦我們先回到第一個問題 就是我的Hermes表面是怎麼來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照正常的情況下 你要取得Hermes的表面 就代表你當初要購買Apple Watch的時候 你必須要直接選擇全套Hermes的版本 基本上大概就是等於 你必須要花台幣4萬多塊左右 你才能取得這個表面 當然先不管你買到的是Hermes版本的 不鏽鋼、Apple Watch、Hermes的錶帶 代表你就是需要花4萬塊左右的價格 你才會有這個表面的出現 那但是如果你像我一樣 你是買鋁合版啊 或者一般的不鏽鋼版本 或者說太金屬的版本 你就是沒有花到4萬多塊 直接去買Hermes的版本 你是不會出現Hermes表面這個東西的 所以這時候你要取得Hermes的表面 你只能靠兩種方式 第一個就是大家之前 前一陣子都有在傳的Clock Logic 另一個就是我這部影片跟大家講的Body Watch 我們客戶來講 Clock Logic它是比Body Watch 它可以做出更多不同的變化 但是也可以弄出更多不同的花樣 是可以完全跳脫Apple Watch 那個表面邏輯的 但是呢 Clock Logic它有兩個很明顯的缺點 第一個就是它並不是真正的表面 它其實只是一套App而已 所以呢 也就不可避免它會比較耗電嘛 再來第二個缺點就是它操作起來算是蠻複雜的 很多好看的東西 很多好看的功能 大家肯定是沒有辦法自己去設計的 多半都會是去討論區去下載啦 那我相信這個年頭這個時代 大家肯定不喜歡複雜的東西嘛 所以這部影片跟大家介紹 這個簡單好用的Body Watch 我相信大家應該會喜歡啦 雖然它的多樣性 操作性 還有可操作的上線性 並沒有Clock Logic來得那麼的好 但是呢 它卻不會那麼的耗電 而且操作起來非常非常的簡單 那以Body Watch來講它基本的使用都算是免費的 當然你是可以花錢去訂閱開啟更多的功能 所有的表面都是不同的使用者自己設置好 然後丟一個分享上去 它的運作邏輯跟某些論壇一樣 都是好人一生平安感謝分享 那我們下載Body Watch之後呢 你會發現裡面有很多的表面可以使用 那如果你本身是看得懂英文啊 或者說你本身有一點英文的程度 它表面的基本介紹英文都不會太難啦 都會很明確跟你講 它著重點在哪裡 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要不要下載這個表面 那其中App Watch的表面 大致上分兩個路線嘛 第一個就是使用性 它有非常多的複雜功能 複雜App 讓你自己去做操作 再來另外一個就是好看 讓你拍照用的 其中Hermes大概就屬於這一種啦 如果你像我一樣 想要直接安裝Hermes表面的話 你就直接在上面這裡 直接搜尋Hermes的字樣 不過記得BodyWatch這個App 它提供的是實體真正的表面 所以在某些表面的情況下 它還是會認機型的 但是呢 你還是可以找到一些使用者 自訂很像的Hermes表面 所以這倒是不用太過於擔心 那如果你本身想要下載 實用性好用的表面的話 你也可以仔細的搜尋 比方說這個表面 它叫做Mostly Health 它就已經幫你設置 全部都是健康性的功能的 其中如果你有缺少哪一個App 它還會提醒你 你需要去做下載 所以這也代表著 你可能會透過BodyWatch 所推薦你一些 你過去沒有看過 也沒有用過的好用Apple Watch App 特別是你看 我就載了蠻多不同的健康功能App 所以呢 當你有這些好的健康啊 運動的App之後 你肯定是要多去運動了嘛 那就回歸到 我這部影片想要跟大家聊的 第二個重點 為什麼當初會買 Elimus的尼根表帶 而不是買它最知名的皮革表帶 因為現在就是屬於夏天嘛 而且再加上 如果你要流汗啊 你要在運動 肯定還是這種表帶 會比較適合 比較方便的 再加上這就是新品 我想買來拍給大家看 那以這條Elimus的尼根表帶來講 我們動起來 還有流汗的舒適度 真的沒有話說 表面的材質也很舒適 而且我覺得也非常的好看 你真的跟它比你比較接近的一個等級 大致上就是官網的單圈編織表帶嘛 單圈編織表帶 在舒服性上面也沒有話講 真的算是蠻舒服的 但是呢 單圈編織表帶有著兩個隱藏的缺點 那就是它的尺寸真的非常的不好抓 因為它就是屬於單圈類型的表帶嘛 如果你沒有實際到現場去測量 真的很難去抓到它準確的尺寸 再加上它戴久了是會鬆掉的 那以這種單圈編織表帶來講 只得它尺寸跑掉啊 鬆了的話就真的是壞了 而且呢 它一條到3000億的台幣價格 說真的也不是到非常親民的程度 所以這次為什麼竟然跟大家開箱 這款Unit Aspen 編織表帶 它基本上就完完全全克服 蘋果官網單圈編織表帶的一些缺點 其實眼鏡的觀眾應該都會發現 我近期的影片有出現這條綠色的編織表帶 那這一條就是Unit Aspen 那它跟官網單圈編織表帶比起來的第一個優點 就是它是屬於有扣環的設計 所以你並不需要擔心尺寸要怎麼抓才是準確的 甚至這種單圈表帶帶久只要鬆掉就等於壞掉的話 是不會發生在Unit這條Aspen上面的 因為它是你自己可以調鬆緊度的嘛 第二個就是它本身的售價並沒有到很貴 一條就只有台幣幾百塊的等級而已 跟這一條要賣你3000億真的算是差蠻多的 就算你多買幾個顏色來搭配其實也不心痛 而且更不要講Unit的Aspen藍色編織表帶 它的藍色比起官網單圈編織表帶 我覺得是更加適合藍色的Apple Watch的 那Unit這個Aspen編織表帶 它都是使用高彈性高品質的編織物料 整體是非常可以抗磨損而且吸汗排汗的 所以在夏天的配戴 基本上它都會跟你講 會保持你皮膚的乾燥以及涼爽 而且更不要講它最大的優點就是這種可調整性的扣環嘛 這個材質也是使用316的不鏽鋼 也就是說這條Unit的Aspen帶在你手上 不會太鬆不會太緊 又是高品質的編織物料 高彈性幫你排汗 真的帶起來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當然你要講缺點還是有 第一個就是連接扣的部分 以官網的編織表帶 它是整個給你做凸出來的設計 而且是一體成型的 所以它連接扣的密合度 可以做到最緊湊的程度 所以Unit的Aspen來講 它就會有一點的公差跑出來 但是我覺得至少還在合適的範圍內 並不會有什麼脫落的影響 畢竟你要講公差 在官網的橡膠表帶 或者Nike的洞洞表帶 都會出現一點點公差的情況 所以基本上只要不要有很距離的晃動 我個人是認為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的 再來第二個 跟它本身的扣環也是有點關係的 你跟官網的單圈編織表帶相比 你的第二圈這裡就會稍微比較厚一點 會有點像你這個尼龍表帶扣起來的厚度感覺 不過我覺得這裡也沒有辦法 畢竟它就是有這個扣環 讓你可以去調整那個鬆緊度 如果你要把這個扣環這個厚度給拿掉 那它的優點同時也會不見 好啦 那總結來講 以這個Unit的Aspen編織表帶 算是我已經帶一陣子了 整體的舒適度來講 我覺得跟官網單圈編織表帶算是不相上下的 但是它是有兩個更好的特性 當然我們講官腔一點 這兩種不同的特性 還是會因應每個人會有不同的思考方向 那我主要就多拍一個選項 讓觀眾可以自己做選擇 所以如果你對這個Unit的Aspen編織表帶有興趣的話 官網連結我就放在下面留言處 有興趣的人呢 再次去看看吧 好啦 那最後我想問大家幾個問題 你最喜歡的表帶是哪一種類型的表帶呢 是這部影片講到的單圈編織表帶 尼龍表帶 橡膠表帶 還是皮革表帶呢 那還有你想要看到哪一個類型的Apple Watch表帶 也都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一起討論囉 那最後是不要忘記對影片按讚、分享、訂閱和開放片的小鈴鐺 才能收到未來更多開箱以及新消息影片的上篇通知囉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啦 今天的影片 Hooke draggingические照片 侍然放在去 把ip魅力 ansch吵了 OWO 頂 também